男子得罪的大哥他为了要给个交代 因此呢居然就自虐 不过终究是解决事情了吗 我们来看到9月底在高雄发生了酒店连续被砸 知名茶行也受到波及的重大自然事件 绰号叔叔的苏西男子在交保之后呢 遭不明人士卢走殴打 一度还传闻他死了 警方透过中间人终于是见到了这名苏西男子 他声称自知闯下了大祸 才找来朋友打自己 这些人士透露 其实苏西男子早年是靠着经营网络签读来维生的 去年9月和当时的达字辈大哥起了口角 甚至在酒店开枪 因而转头靠中部的势力 这回掀起了轩然大波 又得罪了南部的道上势力 现在是有家归不得啊 在文教基金会的副执行长吴一农 他抛出了新主张要全民接兵 不过退府会主委冯世宽 他一听到吴一农的名字啊 却立刻脱口说出 那个渣男啦 不要听他的 与起争议之后呢 又改口称赞吴一农充满智慧 冯世宽却曝出渣男两个字 在场媒体通通傻眼 你为什么全民国防 你为什么觉得他做那么错 我是对的啊 对不对 男两个字瞬间歪楼 三立成员综合报道 全民接兵这个话题出来之后呢 也引起了各界的讨论 其实金马地区为了因应中国 随时可能夺岛作战 早就有全民接兵的概念了 以金马来说 虽然男子不用当兵 但是18到50岁之间 部分男女都归类为国民兵 他们得要学打靶 丢手榴弹等等 战绩完全不输给正规军队 不用奇迹啊 台中有一间烘焙方 因为这个招牌 它非常的特别 旁边有一个巨无霸的 菠萝面包模型 吸引了不少人前来拍照 但是就有两名女子啊 她不但是擅自攀爬招牌 还把门给踩坏了 现在当事人发问道歉 对到囚子庙广场前 一对夫妻光天化日之下 居然大打出手 原来先生他发现 妻子搭上了另一名男子的车 怀疑两人感情不单纯 因此一路尾随 三人是吵到警方 是不得不介入处理 虽然最后呢 双方都没有提告伤害 但是先生的行为 已经被警方通报家暴 开启ACC自动驾驶 根本超省油 三水王城王家河新北报道 正常的香瓜切开来 应该是青绿色的 但是却有民众买到了特有种 切开来紫的部分是红色的 让消费者吓到了 国同分析这回答案也很可爱 原来可能是香瓜附近 同时也种南瓜 两个品种呢混到了 让香瓜误以为自己是南瓜 因此中间才会带点血色 出现在市面中 专家解惑原因大公开 三水王军陈又荣 她又报道 有女子怀孕 碍事鸡脚 老公就特制了鸡脚 结果现在居然成为团购美食 方面一起来关心咯 目前像是在北部地区来说 还是在持续下雨当中 因为今天整体还是受到 东北风的影响 所以阴风面稍微比较偏凉 那目前呢 像是在整体的大台北的山区 还有在花莲 基隆北海岸 持续发布大雨特报 另外像是在宜兰 则是发布了大海雨特报 所以提起迎来朋友 出门时间一定要记得 席带雨具 那另外呢 今天整体的雨势 还是会集中在迎风面 像是在整体的东北部 还有在花东地区 一整天都是要防局部阵雨 那周末天气 大家一定很想知道 那其实呢 在周末时间 还是受到东北风影响 所以呢 天气状况跟今天 一样类似 包含了像是在基隆北海岸 宜兰 还有在花东 一整天呢 都是要防阵雨 而且都是这种 湿湿凉凉天气 但是呢 在新竹以南 天气状况还不错 白天维持冬云时勤 高温可以上看到了30度 那来看一下 为了几天 北部5日的天气变化 从明天开始 一路到下周一 水气都蛮多的 那在北部地区 高温剩下了26到28度左右 大约是要等到 下个礼拜二 水气减少 那温度才会再开始 逐渐回升 至于在中南部地区 来说的话 白天呢 高温可以来到了 33 34度左右 那至于在清晨晚上时间 稍微比较偏凉 地温来到22度 早出晚归记得 家间保外套在身上 以上是这一节的 最新气象